全屋加湿器有不同的类型 自然,它的样子和价格也各不相同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全屋加湿器的三种类型 第一种,旁路全屋加湿器 这种加湿器是依靠暖气炉或者空气处理器的鼓风机 我们有时候也叫它吹风马达 所产生的空气循环来蒸发空气 具体来说,旁路加湿器直接连接到暖气炉的管道上 在旁路加湿器的内部有一个蒸发器的滤板 当您的系统要求加湿时 加湿器会进水并让它沿着滤板滴落 暖气炉负责吹风的电机 推动空气通过加湿器中的蒸发器的滤板 空气吸收湿器之后 再混合其他的气流进入各个房间 因此,旁路加湿器需要您的鼓风机打开 才能使加湿器发挥作用 旁路全屋加湿器没有活动部件 因此它的维修成本低 只需要每年更换里面的加湿器滤板即可 此外,这类加湿器大多数情况下 旁路管道系统当中都有一个挡板 当天气寒冷的时候 需要暖气炉运转的时候 必须手动打开挡板 夏天的时候就关闭它 第二种叫风扇驱动的全无加湿器 有的地方也简单地称之为电动全无加湿器 它的作用类似于旁路加湿器 但它们内部有自己的风扇 通过这种方式 它们促进了空气的蒸发 而无需来自暖气炉 或者空气处理器的空气通过 在电动加湿器当中 您会发现与旁路加湿器内相同的滤板 同样的,当需要加湿时 水会从该滤板上滴下 风扇驱动的加湿器的效率更高 因为它们在热空气进入管道系统之前 会将其直接的吹进热空气当中 这种更高的效率呢 使它们每天可以向空气中添加多达一加仑的额外水 这就使得风扇驱动的加湿器更适合于大家庭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您的空气处理器或者是暖气炉仍然需要运行 因为加湿器当中的风扇不足以让湿器通过您的整个加 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些额外的动力来促进气体的流动 而且啊,它不需要旁路管道更美观和节省空间 第三种叫做蒸汽加湿器 蒸汽加湿器呢 是必须要将水煮沸以产生蒸汽 而不是使用风扇或者来自暖气炉 或者空气处理器的热空气 蒸汽加湿器没有像旁路或者是风扇驱动的加湿器那样的滤板 但是蒸汽加湿器当中有一个额外的电子配件 可以将水加热成蒸汽 通过您的管道系统进入您的家 蒸汽加湿器是这三种全无加湿器当中速度最快 效率最高的 但也是购买起来最贵 安装维护最复杂的 它同样也非常的适合于大房子 没有加湿器的朋友啊 您可以考虑一下您家适合哪一种加湿器 有加湿器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 您家的加湿器属于哪一种呢